大家好,我是娜娜,我现在是在北京实景山的古城 今天是来古城医院开点药的 然后顺便准备是想买卷T恋山 因为这个疫情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出过门 该换季的衣服也都该添了 本来想顺便开药顺便逛逛 看看能不能买到 结果来这一看 给大家看看现在的现状啊 这边呢是个卖吃的的卖菜的 现在除了是卖菜的开着门呢 卖吃的的开着门呢 其他的这些卖服装的啊 全都因为疫情防控要求停业中 所有卖衣服的全部都停业 包括理发的卖手机的啊 都关着门了 现在这个看海兰之家都关着呢啊 这是一个铜仁堂药店 现在除了药店开门 卖吃的呃卖果蔬的开着门 其他的都关着门了啊 这边这不是一个京东专卖店吗 卖手机的就是全都关着门啊 包括对面 看那些卖化妆品的卖衣服的 这这有一家开门了 是卖吃的的 剩下的都都没开门 为了配合这个防控要求 我有那个 我有几位朋友现在是在外地 因为他在北京上班 四月份的时候 呃有事回家了 现在问我北京这边什么情况 我也顺便给大家拍一拍 看 这边是做核酸的 我们现在是从四月二十六号到现在 几乎是天天做做核酸了 对吧 呃 只要开着门的 都是卖吃的的 没开门的 全都是那个其他的 都上卖 卖其他商品的 全部关门 看这卖服装的 这实体店 全都关门了啊 哎 这是什么操作 还真不知道 是消毒的吗 这个大家看 看 我觉得应该是定期给这个街道消毒的吧 这应该是个消毒的啊 哎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给这空气 都消消毒 这操作不错 所以现在你想买件衣服啊什么的 现在都买不了 都关门了 包括现在去医院 想开点药呀 你要是开点什么感冒药之类的呀 嗓子疼了 你不是说做完核酸就能在社区医院去开药了 都得上指定医院去开药 石井山区有四家指定医院 石井山医院 还有朝阳西 那几个医院我没看着 这些做核酸的 都是为了这个防控要求啊 都是暂时不营业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营业 都是为大家好 防控疫情防控要求嘛 也是想尽快打败这个疫情啊 因为这一场没有萧烟的战争啊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 现在目前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也尽量少出来逛街吧 因为也没什么可逛的 都居家 都居家 配合防疫要求 尽快让疫情结束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就给大家看一看现状 咱们下个视频见 朋友们也希望这个疫情早日结束啊